我在张家大师那个地方所得到的 就是有个字 看得破放得下 从处发心到如来地 一定要顺熟 你能爬多高 试问你能放下多少 不要跟别人比 你比别人强 或者不如别人 确实是假的 那个跟自己完全不相干 完全看自己放多少 你就提升多少 放不下去坠落下来了 佛法是唯一不求人的方法 不依靠别人 所以佛弟子成为无一道人 那这三规一 三规一自己 规一佛是以自信者 规一佛是以自信 真 规一生是以自信进 这叫三自规 不是外托 规一外面就变成外道了 错了 外面有佛发生的样子 形象 那叫什么 叫住持三宝 他的作用 他的作用是提醒修行人 让修行佛弟子天天看见 看见提醒自己 怕自己忘掉了 在今天 这个住持三宝 我们自己家里可以供养 供养佛像 是佛宝 经书是法宝 菩萨阿罗汉像是神宝 或者是拱牌位 或者是画 这个画像 塑像都可以 每天早晚看见了 提醒自己 早阔提醒自己 今天一天 不要忘了 就正经 顽阔是反省 我今天 有没有明显然 有则改之 无则加明 有一定要改正 没有要免力自己 天天守住 守上个几年 就变成自然了 习惯成自然了 不必做意 自然相应 自然不违背 这个通常叫功夫得力了 佛佛所传的 是这个法了 要信 要能理解 要真感 真感 就是戒定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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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